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芋泥包 準備的材料爐上,材料細節會放在底下資訊欄 將中筋麵粉、酵母、糖、紫蘇粉、油及牛奶放入盆中 黏筋麵團 手揉操作也不會太困難 將揉好的麵團放到墊子上 蓋上保鮮膜鬆弛15分鐘 接著把麵團分成6份 揉成小麵團後蓋上保鮮膜鬆弛10分鐘 芋泥的做法請恰右上角連結 10分鐘後拿一個小麵團 擀平後將芋泥放到麵皮上 並且包起捏緊 櫻上光 平後將芋泥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包好的面团底部垫上一张烘焙纸 留一块小面团丢入装水的小杯子中 把小杯子跟包好的芋泥包面团一起发酵 小面团浮起来就是发酵好了 冷水上锅蒸开大火蒸18分钟 这样子芋泥包就可以享用咯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